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的学习当中 这一次我们会要讲到如何添加或者定义一个神经层 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经层当中的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它的一个激励函数 然后我们也会用在这个课当中用到的如何定义激励函数 然后怎么样添加一层图层 首先我们先要看一下 我们需要制作的层就是Layer 1或Layer 2这样的两个层 然后它们中间会有一些很多东西 比如说Weights and Bias 这都是它的神经层里面的一些参数 然后它怎么样计算的合并计算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这就是它的激励函数 我们主要是定义这三方面的东西 那回到编译当中来呢 我们首先要input tensorflow at tf tf 然后呢 define at layer 就是我们要添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加一个乘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传入的数据input 然后input side inside 还有out side 然后呢我们再定义我们需不需要activation function 默认的话呢我们可以暂时把它默认成none 就是没有activation function 其实它就是一个linear function 就是一个线性函数 那我们在下一步呢就是要定义它的weight 就是它的权重 我们这边要大写weight是因为我个人习惯 我就相当于如果是你定义一个一个矩阵的话 它就是一个大写的开头 然后像tf.variable 我们定义的这个weight呢它是要 它尽量是要一个随机变量 normal distribution 因为随机变量的话会在生成 那个生成初始的weight的时候呢 随机变量会比全部为0要好很多 所以呢我们就生成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的一个它的形状是insides和outsides的一个 一个矩阵 变量矩阵 然后它就是有insides这么多行 还有outsides这么多列的一个矩阵 然后呢再定义BIOS BIOS BIOS小写的是因为BIOS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矩阵 它是一个列表 类似列表的东西 但是它同样是用wireable定义 tf.0 然后它的sides是1 因为它只有一行 outsides 有outsides这么多列 然后呢 我们在 因为我们BIOS尽量它也是 在机器学习当中呢BIOS它推荐的值是不为0 它初始值推荐的话是不为0 所以我们就加上一个0.1 所以所有的 正这样呢 这个weight呢 它就是所有的值在weight 里面都是一个随机变量的值 然后呢它的一个bios呢 它的值就是全部等于0.1 在每一步的training当中 每一步的训练当中它都会有变化 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定义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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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乘以 x 然后再plus 然后再加上bios 等于呢 tf.metric multiply 然后这里就是 input 它的input 乘以 weight input 乘以weight呢 这是一个矩阵的乘法 乘了以后呢 然后再加上bios 就是它预测出来的值 还没有被activate 还没有被激活的值 就存储在这个便囊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激活了 如果activation function activation function 等于 is 等于 如果它是0的话 我们就 output 等于 wx 因為呢,它是一個Noun的話呢,就是它是一個線型關係 那就是我們不用再多加上一層activation function activating function是一個no-linear function,也就是一個非線型方程 所以呢,我們保持它的線狀就OK了 然後else,當它不為0的時候 我們就output,不為noun的時候 output等於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activation function呢,我們把這個值傳進去就好了 我們要activate這個值 最後呢,就returnoutput 這樣就OK啦 所以我們就成功的定義好了一層一個添加神經層的一個函數 之後呢,我們會用到這個函數在之後的練習當中 所以呢,這一次先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